師傅製物 腦袋飾一般來講 我們不用太大寒冷 例如腦袋或青瓜 將短大部分是先用 stiff- surveying 如果是長度,我就不贊成不超過兩隻手指的厚度 因為醃的時候,時間會很長才能夠進入心 口感仍是有分別的 因為醃不透,所以裡面會更硬 醃食物不是醃得越來越老 也要看你是哪一種食物 西瓜皮、青瓜等一類 醃得太久,變成海綿質感 你會覺得不好吃 瓜裡面是水分 它會出了裡面的水分出來 之後剩下的瓜肉就會有銀性 醃食物最好是拿出來吃 但不希望你經常去攪拌它 醃食物始終有一定的水分在裡面 經常動著它,它會發酵 起泡了 所以就變成不能吃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用一些潮州的米醋 我喜歡它,因為酸味沒有那麼濃厚 還有它有少許米香味 入口的時候,味道不會太搶口 還有可以突出到食材原本的味道 分析 裡面的水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